各位好 我是甜甜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则日本的新闻 部分政府工作将交由XGPT处理 日本据称将与微软达成协议 根据财联社7月27号报道 微软公司将向日本政府提供XGPT背后的生成式AI技术 用于文书工作和分析 据悉 微软将向日本政府提供其合作伙伴 OpenAI公司的大型语言模型GPT4 以及由Meta公司开发的AI技术 微软也一直在与后者合作 这是微软首次在欧洲以外的海外地区部署GPT4技术 为了处理亲密信息 微软最近在东京和大阪的数据中心 安装了用于生成式AI高级处理能力设备 依照最初计划 日本新成立的数字机构 日本数字厅将每年花费3.3亿日元 约合235万美元使用这项技术 并使其他部门也能使用这项技术 该机构可能会从今年秋季开始试用该系统 其具备的功能有 准备会议纪要 提供政府官员对议会质询的答复草稿 支持对政府统计数据的分析 简化员工任务 微软还打算通过数据积累 提高该系统在日域中的准确性 此外 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官员指出 将机密的行政信息转移到海外数据中心上 再交由AI处理 势必会引发安全问题 所以为了服务日本政府 该AI系统必须直接处理大量的行政信息 而不通过数据中心 自民党4月份的一份提案就曾指出 使用生成式AI 从提高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角度来看 可以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包括经济贸易产业等多部门在内 正在研究使用该系统的方案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节目的内容视频均来源自网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佛州华业广播电视台的 YouTube官方账号 我是甜甜 咱们下期再见